各位荧幕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吉祥 我是知超 我是知让 我们来自佛光 山 在每年过完年之后啊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 就会开始如火如荼的举行全台湾 北中南三区的禅境共修法会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禅宗跟禁土宗 他们两个结合在一起呢 然后为什么 佛光山又要举办这样子大型的禅境共修法会 那其实中间有非常多不认识佛光山的民众 也因为有因缘参加了这样的法会 而因为感动射受而加入了佛光山 你知道吗 今天就让我们来伯和禅宗 20多年来是佛光山的就是一直每年都有举行这个禅境共修法会 那每一场呢也将近都有万人以上来参加 所以禅宗跟禁土宗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缘可以这样结合在一起呢 这个缘起是什么呢 嗯 国教传入中国大概一千多年之以来啊 就是延伸出中国它有八大宗派 对 那这个八大宗派它原本就是盛行在唐朝的时候 对在那个时候 那后来在宋代以后呢 禅宗跟禁土宗就变成说是中国佛教修行的两大动脉喔 也就是说大家都会去学习禅宗跟禁土宗比较多人 主要就是因为啊这个禅宗跟禁土宗 它比较不受到历史上经典典籍流失的关系 这是其中的一个 对发生了很多事情佛教界的 对所以说经典流失呢 他们是稍微比较不受影响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山林水边它都可以参参 随时随地的禅修 然后行住坐卧它也可以随时去念佛 对啊念佛哪里都可以念 所以因为这样子一个方便的特点 所以一直让这两个宗派成为延续的一个方式 那后来就一直到永明炎寿禅师 他融合了两派 他把禅跟禁把它融合在一起 也就是说他倡导禅共修 所以加上历代祖师就一直大力的弘扬 那禅宗跟禁土宗的修行法门就结合起来 一直普及到民间跟社会到现在 所以西林大师他从一开始 就开始在提倡禅禁共修 真的 其实在大师从1953年开始 从一开始在宜兰的雷因寺宏法 就已经成立了宜兰念佛会 那隔一年还开始搭起了禅禁 搭起了佛契 那所以整个其实在佛契的作息 也是遵循着整个丛林的规矩 而且每个礼拜六 大师也提倡要举办禅禁共修的一个法会 但是当时在台湾 其实要找到一个正式的禅堂 或者是一个念佛堂 并不容易 没那么正式 对 所以他那个时候大师是借用这个寺院里面的佛殿 他就把这个禅跟禁呢 就把它融合在一起 那整场法会 他的时间会规划分成四部分 就是四分之一的时间 那就是来诵经 那四分之一的时间念佛 四分之一的时间绕佛 那四分之一的时间静坐 那这样加起来一支箱 差不多是两个小时 所以就这样 那是在宜兰主持念佛会 前后整整是二十六年没有停过 真的就觉得敬佩大师 就是这样的一个引力 那最后还把这个 依然的一个禅境共修 佛妻法会 整个提升到像过年一样 非常隆重跟神圣的一个法会的仪式 对 所以这么重要的一个禅境共修法会 它本身代表着什么样的意义呢 那我们这样就要先来了解禅境共修 这个字面上的意义 像禅第一个字就是透过禅修 然后去集中意志 去收射散乱的身心 对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的禅主要就是收射 那禁呢就是信愿念佛 也就是信心还有自己的愿力 然后凭借着持续的念佛 然后去进化当下的信念 那将这样子的修行功德还有信念 去祈求世界和平 那其实念佛对我们一般的佛教徒而言 是最契机的法门 大家都会 因为大家都会 而且它也是很方便 所以大师推动念佛 主要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专心 然后抛掉这些杂念 念得很清楚 心里面很专注 然后听得很明白 去感受每一个佛号的愿力跟功德力 一心念佛 对一心持命 所以那么整个身心呢 就会非常的清静下来 禅修主要就是教大家不动心 那不动心不分别 不比较 手舍散乱的身心回到最纯净的自己 这个就是禅 所以其实不论是说禅禅 或者是念佛 最重要就是平常中怎么样去做 对 怎么去如法修行啊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 大师提倡人间佛教 它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行在禅禅公修 解在一切佛法 所以这两句话呢 我们呢是以戒律为根本 但是呢是以禅禁为平日的修持 所以知道法师 你在参加共修法会当中 有没有被感动的时刻 然后请圣 然后我们会一起送念八十八佛 大家忏悔文 然后起高十方来祈求这个世界和平 然后再一起念佛 那在尾声的时候呢 大师就会领众 就是大家一起来念诵这个 为世界和平祈愿文 那在这个时候呢 大家所有现场的每一个人 就会点亮这个手上那一盏的 盏盏烛光来现灯供养 然后这供养呢 就是供佛以外 它象征的众生无尽的一个心愿力 上达天庭 所以那个现场是一片的灯海 那期盼大家 对 期盼大家一起走过这个困难 所以当下你捧了那个灯的时候 然后你再看到现场所有人 大家都那个灯海的感觉 你会觉得说 哇 不是只有你为大家祈福耶 大家也为你祈福 所以那个你的内心会非常的感动耶 其实我第一次参加的时候 也有被我们禅境共修法会射受到 因为其实平常在寺院共修里面 大部分就是几十个人 或者是说也有一两百这样子 那大型法会的话 它也会达到千人 就比如说水路啊 还是还有更大燕等等的 但是禅境共修祈福法会 它是集合万人以上 它去参与的活动 所以说可以说是像刚刚你说的一样 就是所有人都为我祈福 我也为世界大众一起祈福 真的可以说是跟万人结缘 那我觉得这个就非常不容易 不简单 因为广结善缘嘛 所以说共修力量不思逸 那我们大家一念清静心 人心能够得到去精华 社会就很自然的 多了一份想和和欢喜 所以其实大家都非常喜欢 禅境共修法会 那不过近几年也因为受到 疫情的影响 那佛光山也将这个 禅境共修法会 改成是线上直播 没有中断 所以我们一样继续进行 那这样的一个改变 也让全球五大洲的一个佛光人 大家都可以一起同步修持 对啊像去年这个直播的影片人数 就高达四万人在观看 非常也是非常的多 那你看包含到时差 扣除掉时差 每一个国家 对啊四万人在看 那也因为全世界大家都在看 所以他在法会的一个 翻译的一个语言上面 在去年光去年 就有翻译达到了14种语言 太厉害了 这也是创下历史的一个新高 所以也印证的说 禅宗跟禁土宗 他整个对我们佛教界的一个普及率 真的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所以也希望大家 每一年能够继续支持 这个禅禁共修法会 那其实不论是说禅 或者是说禁啊 每一分的休息呢 就会有一分的收获 真的 功不堂娟 功不堂娟 那今天有关于禅禁共修 是什么 已经报给你知道咯 喜欢的大家 可以按赞 订阅 加分享 我们也可以在下方呢 留言来提出大家的回响 那我们就会在后面的集数 来为大家做一个解答哦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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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